究竟是豐田私家車較勁,還是寶馬房車較勁呢? 星期四凌晨1時多,一輛豐田和寶馬私家車沿著尖沙咀阿士甸道而行 去到一段修路工地時,由於路面收窄 有人見到前車減速想爬頭,但前車不肯讓路 兩輛車後駛到吳松街時,豐田車突然集停寶馬車 兩個司機下車理論,其間豐田司機崔雞召了兩個男人過來 以及拿了身上的電筒作為武器,襲擊寶馬司機 現場交通標誌牌亦被推跌 警員接報到場調查,將涉案的豐田私家車司機拘捕 另外兩個男人就走掉了 而寶馬司機頭部受傷,他和女乘客齊齊需要送院治理 警方正調查案發的經過